今天上午9点,首组500米长轨被平稳地铺设在了西城高铁汉江特大桥的轨道板上 国内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铁西安至成都高速铁路陕西段的铺轨施工正式启动 而在明年,这条高铁将会全线开通运营 西城高铁铺轨设计672公里正线,14.24公里战线和36组倒叉铺车 铺轨将穿越包括亚洲最长的高铁双线隧道、天华山隧道在内的32座隧道 并要通过连续61.53公里千分之25的下坡路段 铺轨施工难度国内罕见 此次铺设的是汉中至成都方向,双线全长25公里 9月12号开始往西安方向铺设 计划到2017年2月份,双线铺设238公里至西安北站 与西安北站轨道实现全面拉通 3月份从富川隧道双线铺设72公里到省界处 预计在2017年3月底前,西城高铁全线钢轨铺设完成 我们陕西段整个铺完,铺完了以后顺举的工作 主要就是私电工程的安装和电缆的铺设 以及各自系统的安装和调试 全线的两条两式,预计每两年底开通运营 西安至成都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 新建太原、运城、西安、汉中、绵阳铁路的一部分 与大西高铁共同形成华北至西南地区的新通道 预计2017年底开通运营 届时,西安至成都将形成三小时经济圈 将极大的方便两地群众出行